嗨大家我是Windi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蜥蜴的畫法 這幅圖是我已經完成的作品 動筆前可以先從觀察參考圖開始 可以看到這隻蜥蜴身上有很多網狀分布的紋路 而且大小不同方向也不同 乍看之下好像很難畫 但別擔心這邊提供大家一個小秘訣 蜥蜴身上的紋路可以先畫出類似這樣的格線 然後再把空格處填上橢圓形 要仔細觀察蜥蜴身上紋路的走向 然後調整格線的方向 用像這樣的方式畫出蜥蜴的身體就簡單很多了 那我們開始畫吧 鉛筆鎬完成後我用淺黃色水彩描邊 之後把鉛筆鎬擦掉 如果你是用水彩打稿的話 這步驟就可以省略囉 再來我先把眼睛畫出來 這邊不用畫的太仔細沒關係 身體完成後還可以再加強 有看過上一部影片的人應該知道 我畫動物都會先從眼睛開始畫 因為眼睛畫得好對整幅作品的幫助很大 再來我用6號的筆刷先把身體全部渲染一層底色 上第一個顏色後要趁顏色還沒有乾時 快速加上第二個顏色 讓顏色自然暈開 這邊要注意水分的控制喔 通常我畫水彩水都加的不多 因為其實水越多會越難控制 之後我換成0號筆刷 開始畫出蜥蜴身上的紋路 我知道一般來說都會先從淺色的開始畫 但我自己通常都是從深色的地方開始畫 可能是我自己畫畫的方式吧 這邊從圖片看起來可能會覺得蜥蜴身上的紋路是黑色的 但是仔細觀察會發現其實顏色帶一點咖啡色跟深紅色 整幅作品除了眼睛以外我沒有用到黑色 通常我畫畫會避免只用單一個黑色 因為這樣作品看起來會很石板 描繪紋路的時候要記得仔細觀察紋路的分布大小還有走向 身體的部分用一開始提到的隔線畫法 仔細觀察圖片 把全身的紋路都完成之後再上顏色 陰影的地方可以多加強 那下面蜥蜴手部的地方 我有用液體水彩上第二層 亮面的地方 我有用白色水性色鉗筆加強 大致上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把蜥蜴的身體全部完成喔 然後再 UFO 看到蜥蜴的地方 都要用白色的地方 在這裏面上有些人的角色 分配喔 是有些人的角色 在這裏面上有些角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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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